为什么很多学佛人见面问好都用阿弥陀佛 宇宙中有无量无边的佛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是和众生缘分最近的一尊佛 这是为什么呢 佛陀在《悲华经》里面说到 娑婆世界的众生由于业障深重 善根薄浅 修行乏力 诸佛度化不了 前前后后所有的佛都无奈地弃我们而去 能够救度我们的只有阿弥陀佛一尊佛 这是因为他当初发愿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救度我们的方法 他把自己累生累世修行的功德 装在《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里面 白白送给众生 众生不需要自己去辛苦修行 只要开口称念这句名号 就可以获得里面的功德 命中之后就能往生极乐 释迦牟尼佛在两百多部佛经里面 都提到了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 就是要把阿弥陀佛介绍给众生 让众生都能够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 因此学佛的人 不管学哪宗哪派 也都会或多或少地念佛 大家见面的时候 通常就会以阿弥陀佛来问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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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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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